凤鸣威他们离开王家打算回府 只是刚出门槛 凤鸣威就突然觉得头晕目眩 接着两眼一还晕了过去 威儿 慕容霄抱起人并没有说什么 一时间 猎王妃在王家门口晕倒的消息 又传得满天飞 此事连太上皇都惊动了 怎么会突然晕倒 你立刻去告诉皇帝 让他好好查查王家 要是猎王妃出了什么事 故饶不了王家 徐太医 怎么样 徐太医坐在床边给凤鸣威把脉 脸色有些严肃 恭喜王爷 王妃是有喜了 大概两个多月 王妃晕倒 是因为今天有些劳累 可是有动胎气 只是动了一点胎气 没有什么问题 王妃身子骨最近补得很好 胎儿很稳 王爷放心吧 要是王爷实在担心 可以让王妃吃点宝胎丸 多谢许太医 消息传回宫里的时候 太上皇北五弟他们都很高兴 锦妃有喜过后 接着猎王妃 那接下来其他王妃 估计陆续都会有喜了 一个接着一个好消息 被五弟决定 他的寿宴要大办特办 就当庆祝了 然后大手一挥赏赐了两个王妃一堆的东西 封明威醒来的时候 感觉脑子晕乎乎的 我这是怎么了 威儿 你在王家门口晕倒 因为你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 以后要注意休息 不能再这样过度劳累了 有身 身孕 我有点头晕 我想睡会儿 威儿 这是我们的孩子 你别不要他好吗 你觉得本郡主 是那样残忍的人吗 自己的孩子 我为什么不要啊 本王以为你讨厌我 痛恨我 所以连跟本王的孩子都不要了 就算讨厌你 那也不可能讨厌孩子 你说得对 想吃什么 马上就是用完膳的时候了 我想你肯定饿了吧 随便吧 好 那我们一起去吃 对了 刚才父皇派人来说话了 从明天开始 我也可以跟六哥陪六嫂那样 每天陪着你了 直到孩子满三个月后 再去军营 我想我不需要你陪 叶叶是因为动态气太严重 才需要人陪护 我这个就是想问题 你该干嘛还是干嘛 不需要天天陪着我 那怎么行 六嫂有声音乐 六哥都亲自照顾 本王要是这个时候跑去军营 不在家陪着你 皇祖父他们肯定会惩罚本王的 再说了 六嫂动态气 是因为有人暗中动了手脚 六哥怕再出事 都寸步不离地跟着六嫂 不想他们好过的人很多 所以他得好好守着他 三年前因为他的离开 让他受了很多苦 这一次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 本王不会再离开你了 本王不会再离开你了 她会变了